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以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由柏佑座制播的老王去隔壁 我是主持人许波昂 今天没有老王 对老王真的去隔壁了 今天不过来了一位 对老王来说 目前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 是老王的夫人 也就是爱依拉创意舞团的团长吴子玲 欢迎欢迎 嗨大家好 我是吴子玲 今天是因为呢 是这周吧 算这周 应该是下周 下周三月十八十九在水源剧场 爱依拉有新戏要上映了 所以他今天要来到我们这边做一个feet的活动 对不对 好那子玲你先跟大家讲一下演出内容好了 没有老王在的老王去隔壁 我们这一次的演出内容 剧名叫做大创意家 演出地点在水源剧场是三月十八到十九 总共有三场 那我们是五剧的形式 那这一次有结合了魔术的主题在里面 所以会有舞蹈戏剧跟魔术的表演 好那大家去看戏 我们今天整理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 非常简短 拜拜 拜拜 不是吧 应该要应该要介绍一下什么呢 题目对我们还没讲今天的题目对不对 对今天其实公商环节就这样结束 可以吧 可以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三月十八十九 售票在两庭院 对他们要演出 然后没有打折没有折扣 他们要演出 然后大家要去看 就这样 然后今天主题应该叫做是 我想一下是什么 是我一定做错了什么才会当团长 没错 因为梓琳是爱丽拉的团长 对 那我是伯右座的座手 其实也是团长 就规避那个词的团长 那到底为什么 当初会成为团长 我比较好奇 为什么不叫团长 你们为什么要取别人听不懂的名字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梓琳平常都没有在看我们Podcast 这题目已经讲一百遍了 这样 我没有在当团 我没有叫团长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我很年轻就当团长 我二十四岁就当团长 算是吧 然后那个时候文件会还没有 还是刚在文件会的时候 还没有 然后戏宇中心还在传言中心筹备处 他还没有正确的编制 所以他很常会要开一些说明会 就是关于这个制作 这个计划书啊 送案的说明会啊 制作啊 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 对不对 那很多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要出席一些活动 那你只要是个单位 你去就会被唱名嘛 是吧 那你好意思 我这么年轻对不对 好歹我也是个团长 但你好意思说 那个时候陈胜福团长 明花渊是一种团 陈胜福团长 那个时候还是团长 团长 然后当代传奇团长 吴欣果这样 博多座团长许伯王 这不是很不好意思吗 会吗 会我就是比较在意这种事情 所以你叫做手会比较好 这做手是另外一个原因 然后所以我就规避了这个团长的这个词 那你那时候称什么 我那时候就是博多座的编导演吧 负责人 负责人 就是这种负责人这样 好模糊喔 负责人 就是博多座的这样 然后就为了避免这个 所以后来 可是后来为什么叫做手是因为 所以有一年我们做制作 做水浮水浮第二年的时候吧 好像是做水浮水浮 然后我们团 那时候刚做嘛 就什么也不太懂 就有制作人嘛 然后同学做制作人 他制作人后来就说要做那个T恤 在我们票房很烂的时候 说要做T恤 我觉得他说也对啊 那我就问他说 那制作人我们钱从哪里来 他说演出预算从哪里来 我说从我存的钱来 那你要做T恤 你就要拿出钱来 我说为什么我的钱呢 我可以不要买T恤吗 他说不行啊 你现在是用什么身份拒绝我 你是用团长的身份拒绝我 还是导演的身份拒绝我 我说 哪个有什么差吗 我用团长的身份说 不要做T恤不行吗 他说不行啊 你管团务啊 做T恤就跟你没关 这是我的制作 我说那我以导演的身份 他说你管还是戏啊 导演真的没办法 你也做管不了啊 我说哇靠 可是是我的钱耶 他说那也不行啊 你也得拿钱出来做 我说那你先把票卖完嘛 我们现在观众席就27张票 你做100个T恤 大家一人发一件什么意思啊 后来就为了这事有点不太爽 后来整个制作做完之后 当然大家就 那个制作大家没有拿钱啦 可是有些技术费用该付还是付 然后大家就检讨嘛 检讨就检讨 每个人做一圈麦当劳 名声息录麦当劳 做一圈名圈息录麦当劳 做一圈 然后大家每个人都说我的不是 你的导演不对啊 制作你的团长不对啊 各种就说我不对 大家都说我不对 都说我做错了 所以票房才这么烂 就应该要怎么怎么做 才会怎么怎么样 后来我就发现这东西的bug 这剧团我要做 登记的人是我 对不对 负债我要背对吧 我制作人钱我要出 我还得自己排戏写剧本 我还得自己演 我还是不能当主角 因为我怕人家人家说 我为了自己要当主角 所以自己写就给自己演 我还得给别人写 对不对 给黄玉玲写 对不对 给老王写 那个主角是老王啊 对不对 给大家写 我才能展现一种无私的品格 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太扯了吧 所以我就 后来就没这回事 博又做以后没有团长 只有做手 跟众手 就是博又做的头 哦 我就是山寨的老大 这样 然后 我就 既然是头 我是不是管制作 管创作 管方向 管这管那 我就每个事都能管了 要不就 就杜绝了 有人花我钱 我不能说任何话的这件事情 在某个阶段 哦 好 这样有得到解答吗 嗯 你满意吗 哈哈哈 这个 就还不是一样的意思 还就是团长啊 不一样啊 团长不用写剧本啊 我要写剧本 没有不一定啊 看你要不要啊 看你怎么分工不是吗 好 那这就要问你啊 那你做团长是为什么啊 你几岁当团长 差不多嘛 差不多 真的 差不多 25岁当团长 但是那时候我们24 我24岁的时候 舞团已经成立了 只是那时候我们没有 没有团长 我们就只是一群人 就是那时候是 你们那时候应该叫一群人的 对 哈哈哈 刘绝红了 就是从你学长那边出来 我学长 我学长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 不要再提我学长 但我学长也有可能记得我 有情提示 就是我演 我学长是聚校的学长 对 然后他也是后来去跳舞 然后我演过他的 我学长也蛮传奇 我演过他的 他演二堂舌子 他以前是胡绍安老师的 得意门生 他以前厉害吗 厉害 哇天啊 他以前简直就是 那为什么他不继续 你知道 胡绍安老师有两个知名的学生 一个是唐文华 听过吧 唐文华老师 一个就是他 一个就是我学长 认真 认真 我认真 就是两个胡老师 会掏钱给他 那为什么不继续呢 胡老师掏钱给他是怎样 我要讲 为什么不继续 胡老师掏钱给他是 胡老师都会夹一个那个 因为胡老师以前做华士国具 他会夹一个那个手拿包 就是现在时尚 非常不该拿的 NG单品 就是手拿包 但里面如果有这么厚的现金 就无所谓 那很卡耶 那腋下这个地方 没有关系啊 以前一千块比较大张 然后呢 有时候唐哥 就是唐老师就过来 哎 等会儿 找什么费要 找老师 叫我们先出去 然后拿钱给徒弟 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嗯 嗯 田 就是我学长 嗯 对 那我学长以前他那个时候演 四郎探摩嘛 不是四郎 保连登 嗯 他演刘彦昌 我演他的 小 我演他的儿子 嗯 这样 然后就有合作过 嗯 然后你说学长为什么不是继续是吗 对啊 如果他是一个这么 可以栽培的 嗯 这个哦 就是 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啊 那个理由很单纯 就是学长呢 以前学长在学校的时候会抽烟会喝酒 会这会那 哦 就是优秀的学生在那个年代都是比较 飘片的 哦 就是 什么都会 女朋友很多 没有女朋友没有很多 女朋友只有一个而已 哎 这样什么都会 嗯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他就戒烟戒酒 哦 哦 灾戒沐浴这样 要干嘛 他毕业公演 嗯 他毕业公演好像是 我没记住的话是株连寨 哎 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过 然后 没关系观众没听过 嗯 株连寨 然后株连寨他里面演李克用吧 嗯 他是里面那个男主角 第一男主角 嗯 一个大戏 以前我们毕业一个人是可以唱两个小时的大戏 嗯 他就开始哎 这个就开始准备 准备准备呢 就在演出前一个礼拜 突然倒嗓 嗯 没有声音了 嗯 突然嗓的就哑了 完全没有声音 可是毕业公演非常重要 嗯 多重要呢 因为那个时候三军巨队还没解散 嗯 三军巨队要来挑人 嗯 就是我们要挑哪一个要进团 嗯 好 要怎么样 所以呢 那天就 他就突然的没有声音 然后就变成是演出变成是非常糟糕 然后 有这个故事好像有听过 导致三军巨队就没有办法 牵他进来 即便知道他不错 但也没有办法牵他进来 那就很可惜 很可惜啊 但也没什么好可惜 三军巨队更可惜 因为顾美两年三军巨队就解散了 哈哈哈 就整病成光 可是其实他后来他的舞蹈发展是很不错的 是啊 是很不错 他本来在学校也很不错啊 嗯 他扮相又好 像老师 脸大 就是 他现在可能动过 不是脸大 就是脸这边比较 比较像一个 比较像一个老生的扮相 在他年轻的时候 然后又帅 对不对 鼻子也挺 对不对 然后身材也不错 嗯 对不对 然后讲话又很有词性 所以他一定很多女学员吧 后来在发展的时候 哦当然啊 对啊 你看你也是女学员 所以他在这一圈就会吃得很开 非常吃得开 而且他是直男 对超直 对 对 所以我学校那时候 诶以前这个很厉害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很聪明 因为他投身到一个女生会去 喜欢他的一个产业 去抖内他的一个 对没错 结果我们今天说要讲团长 我们一直在讲别人 我们从别的团长开始讲啊 对啊 对他也是一个团长 对他也是一个团长 他现在发展的也 诶那时候很红耶 上电视 对 其实我要谢谢他 因为我们这个圈子 有因为他被大众看到 没错 没错 那我可以讲那个团名了吗 不是 什么云武基 对 对 对 不过事过境迁应该是没问题 你们现在还好吧 现在他 我们邀请他看 我们表情他不来 那没有够 他上一次就是 就是有 有点算是就是 用交换的方式 我们去他的场地排练 反正他应该不会来看 你的这个Podcast 我也不可能 就是 我们去他的场地排练 我们说那我们 我给你两张票 我们就抵这次的排练费 结果他没有来 那没关系啊 但他也让你抵啊 对 讲白了就是免费给你 其实他真的是亏了他 他不会亏 他亏了他亏了 我跟你说 这个心情是这样子 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我当团长十几年 我后来发现剧团是 铁打的剧团流水的团员 就是 你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来去去 不会有人一直留在你身边 会留在你身边 你身边只有行政组 也不一定 行政组搞不好都会换 因为我的行政组 是我大学同学 刚好也 反正他在这带也挺愉快 对不对 就他我们两个人没换 其他的行政也是一直换 可是演员就是来来去去 他红了 对不对 他就去更好的地方 他没红 或者是他转换跑道 他就再也不来了 对不对 所以然后就会有新的人在顶上他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当团长 我不是在问你吗 问我 还是你说你25岁就当 对 还没有讲完 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人出来 就是去比赛 然后做一个演出 那时候做演出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只想 直接就做舞剧 那是我们第一次创作的舞剧 那因为我是戏剧系背景 我就当导演 那是什么海盗吗 海盗 对不起 不是海盗 我一直看了一个舞剧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那是你弄的 但不是 什么鬼 没有那时候我们还在华山 华山 谁不是从华山开始 对 我们也在华山 而且是亿岁节 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就是导演 也就是说等于 我就要开始组织所有的东西 那那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团长 可是那时候演出完 我就说一定要一个团长出来 不然就是会很麻烦 没有人去整合所有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被推派变团长这样 大家就说你说那就你啊这样 那时候还没有登记舞团对不对 我当团长就登记了 那是谁登记的 我啊 你当团长之后你去登记 对啊 但在那25岁的时候还没有 那群人的时候还没有 还没 哦 那 就这样 然后就一直当到今天是吗 对啊 独裁到今天 我也不是很独裁啊 是哦 我一直觉得子凌当团长 有一阵子我是蛮羡慕子凌作为一个团长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 都跟女生吗 这怎么会 我也都是女生啊 不会比较好没有 没有比较好啊 我的团员也都是女生啊 阿丁你看对不对 多像个女的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的团 你作为一个领导 你一个团长吧 我是很常看到你有在领导你的剧团 可是我比较少在领导我的剧团 我都在做事 比如说要扫地 有团长之后去扫地 缺个椅子缺个凳 而团长之后去买桌子凭桌子凳 然后 我真正在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做导演的时候 我还是被架空的 你懂为什么 就是我只管排系这件事情 然后我不太管 我不是不太管 是我不让我管 是我没有什么说话的权利 就比如说设计会跟我说 我要这样 这是我的作品 这样 然后比如说武建会跟我说 不行 这大都是这样 你不能不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后来有了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 那个嘛 还有另外一个艺术家 在我们团里面 还有一个艺术总监 他就会说 不对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这样这样 你什么意思呢 所以你说你是导演被架空 不是团长被架空 我啥都被架空 然后但是我要做全部的事情 比如说我要去付钱 我要做劳报单 我还有个裁切机 你知道吗 自己在演出前一天在那边 切大家劳报单 我啥事都要做 然后呢 他们还 他们就是爱做的时候做 不做的时候不做 所以我还用关系来维系 他们的工作意愿 就比如说 现在不是嘛 现在就是上班啊 付薪水啊 不乐意别干啊 十道扣钱啊 对不对 可是之前不是 我们的人呢 因为你没给他钱 他就不好好做事 怎么样 这你能想象吗 不给他钱 他就不好好做事 不给他钱 就是给的钱没有到很多 他就会 比如说排练 你怎么排个练三十二十场 你怎么就来个五六天 我没办法 我要打工赚钱 要不然你养我 他就拿着抢你 然后你就 好吧那你去吧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去外面找 其实不带助理的 因为我不需要啊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就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就可以了 助理也 我也是做很多事啊 真的吗 我做很多事啊 但你不用付人事费吧 哦对主要是这样 但他们会 如果他们有团里 我讲个很简单 如果人家排练跟你说 我不要啊 又没有给钱 你干嘛要排那么多次 那你就不要上台啊 对不对 你就可以用一个很 像你这样的脸嘎说 那你就不要上台 对啊 因为其实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的 这群人的构成是 是因为他们想要表演 想要上台 诶 我们这群人 他们也都当初也都这样讲 但是因为他们 因为他们还有主业 这是重点 可是这也会是一个 优点也是一个缺点 怎么说 因为缺点他们没有办法 全心投入在这边 那优点就是 他不在乎钱 其实今天你不能拿钱去 去交换 他更努力这件事 你只能用更好的 一个表演的舞台 C位 或者是更好的机会 对 就是这样 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 然后如果你有能力 你就好好把握机会 是这样 那如果没有能力 我也不会偏心你 你被换掉就是被换掉 大家也不会 以目前来说 因为 呃 我们过去的舞团 会是比较取向于就是 你有心你就有机会 你说过去的舞团 是你们团吗 就是现在 你过去到现在 我们都是比较急 就是偏向于 你有努力 你有心 我们都还是会给你机会 你可能会是 没有站在那么中间的位置 但是还是会让你上台 就尽可能去鼓励你 让你去用近 跟大家一起进步 所以就 对啊 所以他们是一个 怎么讲 他们是一个 比较像是 很爱好这件事情 然后愿意在舞台上 用更多的时间去 呈现在舞台上 跟我们这个 以工作为生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因为你要想他们今天是 我是一个上班族 我上班已经很干很累 我今天下班 我就是想要去跳舞 然后跟一群好朋友玩在一起 然后我们有机会 可以去一个 歌剧院表演这样子 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件很 下班之后很开心的事情 那所以品质上来说 对你来说 你觉得品质上来说 会有差异吗 你一定会啊 因为我们不是全职业 他们对不对 对 可是他们其实也 有一些人的程度 本身就是也不错 他也不会输给职业 可是你现在 主要跳主舞的人 都跟你们很多年了 对不对 主要就是刚开始创团的那几个 现在还是 我一直看到有个男生 他跳得很好 他一直都是 你说长相泰国人 对对对 然后也是我们 好像是桃园的乡亲的 不是 南投人 南投人 桃园是另外一个 中立的那个 有两个人 对一个现在 不是泰国那个 不是泰国那个 那个长得像熊凯 对对对 可能那一区都长差不多 对对对 那一区都长得差不多 平正 平正那一区龙滩 他现在住中立 中立 对 中立跟平正 不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后来他加入 但是他也是 也是办 也是办 就是业余这样 也是有努力 一直不断在进步这样 所以子玲这个团的戏 这个团的创作主要都是 以中东舞 肚皮舞 为基底 为基底 然后去进行 融合 融合 比如说之前 中国鬼故事敲门嘛 你一定要融合中国舞身段 那我们这一次大创意家就是 有结合爵士 爵士音乐为主 那你一定要跳爵士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是 所以你们要跳肚皮爵士嘛 爵士肚皮舞 对啊 很厉害 其实因为 像我们的肚皮舞圈 融合已经是一个常态 哦 怎么说 就是我们习惯把肚皮舞融合很多 我们可以跳台语歌啊 或者是中文歌 或是英文歌随便 你就可以融合其他的元素 泰国舞也可以 都可以 因为其实肚皮舞 算是蛮好融合的一种舞种 嗯 所以对人来说 你当初 大家成立做这个剧团 做为团长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 就是十年 今年十年吗 超过了啦 满十年了 已经超过了 那你做这十年来 你一直支撑着 你一直做创作 然后一直还想要往更大舞台前进的 嗯 原因是什么 嗯 逃避福家的管控 那就是 也不是 就算我不做他也管不了 哈哈哈哈 就是 跑了 因为其实 没关系 我可以理解当时我们为什么会聚在一起 你说你跟老王吗 不是 不是 我们当时那些从你学长出来的面 我们其实是 我说实在我们那几个人 当时是七八个人 我们在那地方就是跳最好的人 哦 就是跳最好 所以你可以懂吗 不懂 我们走了之后他就会 那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那边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必须要一样 嗯 我们都是不同的人 可是你要求我们所有东西都要整齐化 我觉得就是跟可能跟聚校有关系 因为学长是金聚科的嘛 对 等于说他把我们的个人特色全都抹掉 然后塑造是他想要的女生的样子 比如说要很瘦 然后开高叉 那我们刚刚好我们都是男生 我们就是这种不喜欢这种形象的女生 他们都是男生这句话 我刚刚就是 我是不是少忽略 少理解到什么 可是你很自然的就带过去 老王是女生 你不是有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吗 是是是 不是有参加过 I was I was I was being 所以就是 呃 我们的个性刚好不是想要变成那样的女生 我们可能会希望是我们的舞技会被发现到 所以你可以理解说 这一群人是很渴望被别人认同跟看见自己 自己 自己 不是说我们今天是某某舞团的某一个团团 团圆 所以这十年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让大家 保持自己的原有的特色 然后让他越来越好 嗯 然后 因为一开始我们创团的时候 其实你没有什么支援吗 支援指的是什么 嗯 比如说 嗯 不会有人帮你做衣服 我们只讲创作好了 哦 就是没有衣服 没有道具 没有音乐 我们舞剧最基本就是音乐 可是我们刚刚好运气很好 有一个是音乐系毕业 所以我们 艾依拉其实有被称呼就是职讯局 职讯局 没错就是你一来 我们那时候什么 没有人什么都不会 只有我一个戏剧背景 可是不行 只有我一个人会不行 就开始 我觉得你你音乐系毕业 那不然我们来开始剪音乐 然后到现在就是这么多年 我跟他一起合作 到现在我们的每一场演出完之后 观众都说我们的音乐很好听 诶 那子玲再过个20年 她可以是台湾肚皮舞剧之母 你就会是肚皮舞剧的林怀明老师 但是我要可以再继续撑下去 所以大家三分八十九 就要去水源剧场看戏 对去看看子玲的肚皮好不好 要让我们撑下去 然后还有就是在 就是有些人 你会在无意间 发现他可能手很巧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做道具 做服装 诶我怎么都没发现 我们团圆这些人 所以你要观察 我说团圆们 对我可能 因为你们都是用钱去交换 但我们不是用钱去交换 我们是用兴趣 用兴趣是不是 对那是因为你们来 不是我们的都有兴趣 都进了戏剧系的 然后都选了他们的兴趣之后 出来当职业 哦对啊 可是因为他们就不行了 做灯光设计 他出来就要跟你要钱 对不对 做舞台设计 出来就要跟你说 我想要做这样子的舞台 花你的钱 这样 对不对 你们的舞台 有做这么大的景区 需要仓储的吗 这是有啊 这是有 所以很困扰 因为他真的太大了 你要有地方放吧 你要不要租我空间 你还有空间吗 干什么干什么 怎么打量钱 我那一块会放满哦 如果是我的舞台的话 是你这块会放满 可是你要留着干什么 我会期待他可以再演 可是 你放得下吗 我们是要丢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都立着放 但是我就是这么大 你现在看到那块台这么大吗 对 因为我们这次 布景比较大一点 可是那是平放 怎么还是这么高 呃 会堆叠 要需要到这么多东西啊 就是 那好吧 你可以来看你就知道 我们这次舞台 我会去看 我会看3月19号的 稍微大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地方放 我就是全部拆掉了 那我就好可惜 不可惜啊 看你做多少钱 做多少钱 其实也还好 那我跟你说 仓储成本是最高的 如果你明年才要演 你一年的租金可以再做的话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就不如下次再重做 对啊 而且又有新的多在 而且木头容易坏掉 而且它会歪掉 结构会歪掉 怎么样 团长的那种思考 所以我也很快想说 他算了 那就拆掉好了 或是大家切切带回家 各自团员带回家 然后要用的时候再组回来 很棒吧 哪个团员说 我不演了 你就少一块 舞台就少一块 你先把舞台叫回来 所以 梓琳做一个团员 他是会观察到 我觉得这生态很不一样 你看 刚刚今天的题目是 我一定是做错了什么 我才当团长 对不对 但我觉得你没有啊 我觉得你做的蛮好 你还有那种在玩三国演艺的感觉 对本来就是要 你要知道他的该特色在哪边 你要放在哪 那如果以你是我们的团长的话 你如果是博多座的团长 你要看一下我们团这些人们 你觉得有什么需要 需要 大家有什么能力没有被开发 或者是我需要做些什么的调整 这个需要长期的互动 这些人都认识啊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王丞华就 不要说了是不是 他就是出一张嘴 老王最常做的就是 看看你们有没有这种团员 就是我们要七游七 上好日历 要去买七啊干嘛 我看不过就去买七 买完七了之后 这个是不是应该要七啊 我跟你讲 差别在于他会直接帮我做 因为我是他太太 我可能是他也不是 那我觉得 因为如果你真的表现出 你可以的话 他也不会这样 对他就是来 七的不错嘛 就这样 但是因为我的状态 就是我真的不行 我不行 所以他就会 以一个学长的姿态 就出手帮忙 我觉得这示弱这一点 真的是很需要学习 对啊 我下次也要说 老王我真的写不出来 你帮我写 你写这个他不会帮你 可是你可以 因为我后来发现 他这个握得智障 他说歌在哪里啊 那个歌 歌安 他打字很慢 他打字超慢的 完全不像他的那个 不过你就叫他用 讲的就好不就好 他配音员啊 你要用讲他打字就出来 就很标准 又不会跑掉 善用科技 可以可以可以 明天我们可能要做一个 AI的事宜啊 就给他一个大纲 叫他写出脚本 然后我们就一场一场这样演 嗯 凑一下流行 嗯 好不好 所以还换我这边啊 所以我我理解 我一开始做团长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要登记嘛 总要有因为剧团反而你一定要登记 你才去申请各种东西 对啊 没错 对不对 嗯 然后申请完之后 可是身边的很多人哦 都会一直告诉你要去做些什么 比如说就有人告诉你说 你要先去登记个公司 这样你才可以开发票 哦 然后又有人又跟你说什么 呃你要 你一定要先去租个排练场 嗯 你这样才会有人要去这样 嗯 然后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先去 小剧场 你要先去cooling街演戏 嗯 这样你才会怎样怎样 怎么都没人跟我讲这些 呃 我做剧场的 就没有 没有人跟你讲这些吗 没有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还没讲完 这些建议都是失败的建议啊 还好没有人跟你讲这些 如果我刚毕业 而且我还在戏剧圈里面有可能会跟我讲 可是我已经离开那个圈子好久了 再开始要再进入剧场 就不会跟我讲这些 因为我刚做的时候 我还是在剧场 所以还是会有人这样 就是那些建议都 都在害你啊 那些建议都不这样 那你现在是公司吗 还是议委团 没有我还是剧团啊 因为我的运气很好 我的剧团在成立的时候 我刚不是讲还在文件会 还在干嘛 嗯 然后慢慢就从传艺中心筹备处 变传统艺术中心 然后慢慢就从文件会变文化部 所以原本那个位置的官员们 都变成主要官员们 在那个阶段 等于它是建制的阶段 我就在做了嘛 所以我就可以很提出 业界的建议 就比如说你知道最早 我们做那个标案 不能叫标案啊 现在叫做采购案 其实就是文化厂 就是你今天要送一个 细到文化局去 我们以前很常要做的事情是 比如说你想要要15万 你就要写个 100万的预算 然后让他合个15%的补助 你再拿15万去做 然后再给他100万的发票 对不对 这是摆明都在做假账 大家都在做假账 政府也会教你做假账 对啊 怎么可能收支平衡 到底 可是呢慢慢这件事情 就会被改变 就变成是说 其实我们用服务采购案的形式 给你一笔钱 你就自己去核销 你自己对国税局就好 虽然国税局还是搞不太懂 银行也搞不太懂 但他有在进步了 然后艺文采购案 他原本的上限也变成是 他上限也被修改过 然后再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做一个制作案的时候 他会先有第一期款 第二期款 第三期款的波幅 不像以前是全部做完之后 两个月后 他才会再合给你 然后还要平单合销 那个都是 对剧团来说都很痛苦 可以分歧真不错 对啊 因为我没有钱可以做事 对啊 然后你采购我了 你请我去帮你做一个标案 然后你一毛钱不给我 你帮我当厂商 但你买的是我的艺术价值 而不是我的制作能力嘛 然后后来在文化部成立之后才多了 应该是某一年开了八家活动公司 就是专门去变成是这八家活动公司 去采接政府的案子 然后去发包给那个 好像是在文总成立之后还是什么之后 反正就是变成是 艺文采购开始变成有法案支撑这件事情 有法律支撑这件事情 慢慢才被改变 所以我在一个比较好的时代 要不然我还得去开发票 我还得平单合销 你懂我意思吗 我现在只要开领剧 然后他会报在我税级编号上面 我就可以缴税了 这都是调整 所以那些人跟我讲的那些建议 就像当初学长要去看他的三军巨队的 选他的人一样 那些建议都无效 三军巨队已经解散 然后团长这东西也是 因为你在一个东西的建制中 你就要做这件事 所以越做你就 像我们以前我跟阿丁 我们两个就很常生气 因为承办人有时候这也不懂 那也不懂 然后拿法条来刁难你的时候 你就会很不爽 可是后来久了之后我就理解 我就对他们会比较没那么不爽 我就跟他们讲 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遇到很雷的行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做团长已经做16年了 对不对 当初的行政职员 他已经升到做主任 他已经升到一个副局长 懂我意思吗 主任都变成副局长 然后职员都已经变科长 然后再专员都已经变成主任 主任秘书了 都升官16年差不多吧 一个公务人员他要升到 上司已经可以是很上面 可是我们还在面对刚进来的职员 因为我们的业务就是那个业务 所以当然他不懂 我们会懂 我们要教他们 因为法条是需要被解释的 对啊 国议会 国税局也不懂 但你要不断来跟他们解释 我根本遇不到这个问题 你不报税啊 讨论谁在家伙 呃 因为我们的收入 有啦 我们还是会缴营业跟娱乐税啊 对啊对啊 那个会缴 娱乐税跟营业 但因为你没有发人事 而且我们没有像你们这个场馆 这个 你们这个地方要缴税吗 我们这个地方缴什么税 我又没有营业 我自己租了个房子放东西在里面 我还要缴税 有这种事 房东收钱要缴税吧 对啊但我们就遇到的事情不一样啊 可是你就不用去申请场地 我也要申请场地啊 只是我申请场地比较容易过而已 我通常打电话要完之后 我就可以补个企划书就可以过 对不对 那是我们经营的内容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剪你们 已经拿走的场地剩下 像我们这种团 你去你的地方我都没去 所以不是剪我们 是剪他们 要不然下次你来万座嘛 好不好 欢迎来万座小剧场 我觉得那场地 好像还不错 200人你们可以抓 我知道啊可以啊 200人是很OK 我有看照片 我跟你说 这个场地的照片 立夏已经开卖了 你们今天看到这集的时候 还没还没还没 还没开卖 立夏在看爱伊拉前 就已经开卖了 大家可以去看好不好 我们有应该有 应该有剖西瓜 不是有雕西瓜 雕花 然后有金颗 你可以来看啊 看劳工 好吗 那顺便看一下场地 然后你不要再进场的时候 再看场地 你要的时候早点来 你不要进场在那边 这灯怎么样 你说可以打开我看一下 跟观众 跟观众一起进场是不是 对跟观众一起进场 然后跑到舞台上去 然后我来上说 这东西好像怎么样 欸王春华 然后王春华就化妆 他说你在干嘛 不知道我想看啊 这灯 这个什么系统是怎么样 你可以来看一下 那个 那个而且可以做一些 搞不好我们某个 某个季节可以找爱伊拉来演 今年没有 没有蛮适合是立夏的啦 立夏就适合找他们 嗯 夏天就 欸干脆我们 反正立夏还 干脆想一下 可能还没排是不是 对还没排 好不然请你来 跟你的爱好者们 然后请他们吃饭 这样 然后那天是 然后你们今年 除了三月十八十九 还有什么时候的公演吗 没有 就每年只有一档 嗯 一到两档 可是因为我下一档 我的问题都卡在 我必须要先有场地 我才可以有制作 哦 对那我现在就是要等 那个我想要申请的场地 开放申请 嗯 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卡住 这个哦 我们就要教你一些招式 嗯 我们才没有在看什么 开放申请 我们就直接跟他说 我们全年要什么场地 可是因为我们 我们就像你讲 你要的场地 跟我要的场地不一样 对对对 你要的场地都不是在国家级的场地 也不是我的场地 就是必须要follow他们的规则 我们的也要啦 因为我其实比较要求 对我的场地必须要是交通方便 那你在捡运站附近的那个几个场馆 其实就是那几个 嗯 就是那几个 那你都选台北市吗 算是 嗯 双北都可以 嗯 因为那万华车站你可以吗 其实他就是 有点远 对 没那么好 其实最好就是要在捡运站 那这次是在水源吗 对啊 那名字叫什么 大创意价 哦哦哦 好没关系啊 我再上字幕就好了 大创意价 那 票价呢 票价1200跟800 差不多啦 现在一颗蛋都22块了 嗯 看个人跳肚皮舞 你看他的肚皮得吃多少蛋 才能 对八百块1200我就还行啊 而且在水源剧场 对啊 而且是两个小时 我跟你说 博多座都没去过水源剧场 真的吗 我没去过啊 真的吗 对啊 欸好窄啊 弄出一个好窄的脸 但 子玲都去了 我想我们可以去一下 你们应该会比较容易申请吧 因为水源非常难申请 我们申请了六年 终于申请 六年吗 我没有在开玩笑 是真的 跟我们申请的国议会差不多啊 申请了六年之后 中一年 然后就再没有中 嗯 可能我们都 我们都是做团长 都不是做艺术家 可能就是要有个团长 来帮我们赔钱 我们只要做好 我们艺术家做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 哦对啊 该拿到我们 其实是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当团长 我也可以不要当啊 我也是这样想 就想当艺术总监 当我当了15年之后 欸等一下 艺术总监 好任性的职位喔 听起来 就是我不管我要这个 对啊 为了戏好 我就是创作就好了 去生前 这样 对这样多爽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来当 团长 找个艺术总监来 可是因为他要了解我们团 这好像那个 有个电影叫 高年级实习生 你有看过吗 那你可以回去 你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看的时候很有感触欸 忘了 他那个不是 可能当下有那种 提姆波顿 不是不是 安凯瑟维 安凯瑟维 安凯瑟维演一个 服装工 不算啦 他是吧 他就是一个创业的 在网络上卖衣服的人 然后突然红了嘛 然后就等于做时尚 然后公司规模变很大 然后他 他interview了一个实习生 是那个 勞伯迪尼洛 然后勞伯迪尼洛 进来就发现 哇天啊 这高年级实习生 又贴心 又懂事 这就是贴心 然后工作能力又强 又很有一些老人的智慧 后来他就帮他开车 因为司机刚好出了事 他就帮他开车 他给他一个建议 就说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安凯瑟维他要去找一个CEO 来管理他的公司 可是呢 这个勞伯迪尼洛就跟他说 没有人比你更懂你的公司 对不对 就像你的状况嘛 你如果找个人来 你需要他懂他的公司这样 然后他说 对啊 可是我分身乏术 我应该去做什么 他就很多人给他建议 让他要去做艺术的事情就好 然后让经营去这种经营的事来做就好 结果这个老人家就建议他 还是要跟着他自己的心走 在这事情绝而未绝的时候 就发现他老公外遇 因为他老公是家庭主夫嘛 他家里带小孩 然后做保姆 然后他就是 后来就跟 不知道跟保姆 还跟谁家的小孩的妈妈 外遇这样 然后演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很有感慨 因为有时候 你在外面 做一个男人 老婆在外面很 就是怎么讲 很红的时候 就是很忙 或是事业很有成的时候 你在顾家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候 会非常空虚寂寞 觉得冷 但我觉得这跟男女没关 反过来也是一样 然后 我唯一对这个戏 我觉得不太能接受 就是他 他后来就 因为他老公外遇 然后两个人 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和好了 就是他就讲了他的苦处 然后老婆就理解 他就跟他抱歉 然后就和好 因为这不是重点 对因为那不是那个戏的重点 但人生才不可能这样 最后一定会离婚或出柜 也是这样的 但那戏不是重点 那个不需要太多的篇幅 去讲那些 总之到最后呢 就是他就没有找那个CEO了 他还是自己做 对 对啊 因为不好找 说实话 而且他那个CEO找来 那角色就是精明干练 然后一副 那种 就是反正那个character 就让你觉得说 这人不好 就是汉斯王子的感觉 就老王会配的那种角色 对 其实因为我们的团的组成 比较特别 就像我跟你讲 他们其实并不是全职业 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 他们为什么而来 他们要得到什么 所以你那个最上面的经营者 你一定要去了解这件事情 不然 你会很难使用他们 他们也会很难 还有什么使用这个词 你听见吗 我一定要学起来笔记 使用 我要使用你来替我演戏 不是 我觉得使用没有错 我觉得没有错 就是代表每个人的功能不同 所以我才会用使用 你知道我以前就跟 我的某 我上一任 反正有一个朋友 我就说 我的朋友的功能不同 他说你竟然把朋友封关了 你怎么这么糟糕 功能没错 像我有个同学 就是陪我打电动的 他只要有新游戏 我就去他家打 然后我有新游戏 我就陪我打 老王也打电动 我也老人动 但我就不会把老王 打成我打电动的 功能的朋友 对不对 我们两个人试过晚上 连两次线 然后我们就累坏了 就再也不连线 对不对 所以以功能分其实是对的 只是你要好好地带人 这件事情 而不是把东西当 就是你不是有个错误的观念 把他觉得他是个东西就行了 对他不是工具 只是说他们会有不同的才华 跟好发挥的地方 修饰过后的颜值 对啊 还想了很久 对 然后像 讲到这个 刚刚不是讲的老婆 什么出去很红 家里面老婆半年不回家 那事情 我就跟老王讲这个事情 我说老王你看 如果是你能想像吗 你老婆半年不回家 你自己跟人家家里面 他说 你疯了 我老婆半年不回家 多好 我在家里打电动 我没有关过 我正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对他也没差 那你没有想过 就是我在家里 老公在旁边一直打电动 在那边玩VR 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还不是一样 也对耶 那要不要换一下 你要不要来我家住 我们两个人就可以 对啊 老王就随便放压力就好了 反正他也无所谓 就没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两个可以自己生活 两个可以自己生活 各自生活 对啊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空虚啊 那为什么我会 那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自己找事情做 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好 这个题目呢会是 敬请期待我们某一集 是找陈昭贤 因为陈昭贤上次已经破了500了 所以我们要找陈昭贤 来聊他的婚姻关 好不好 就讲到这个就可以聊婚姻关 不过不会是子凌 是老王会代表子凌 会说一些谬论 然后来讲婚姻关 啊子凌如果看完那集 你觉得不对的话 我们再请你来讲 这个婚姻的事情这样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前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次演出的讯息 哦 好 好我们舞团 艾依拉创意舞团 会在水源剧场3月18号19号 演出大创意家的舞剧 那我们售票是在两厅院系统 现在都还可以买很多张票 谢谢大家 好那大家我19号会去看 如果想要偶遇我的话 就可以在19号的时候一起去 然后子凌的节目呢 我看过我邀请过他们的敲门来铁玫瑰小细节 嗯 然后我看过他们在 有一出叫 是阿拉丁的 是哦 对我看过阿拉丁 神灯哦 对神灯的 然后我觉得很厉害这样 是台湾很少见的一种 闪述方式 只不过我只不过子凌 诶你刚是不是觉得那个很厉害听起来很心虚 就是 我是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你跳舞是有进步的 很模糊啊 你知道十几年来 你之前之前子凌还会来我们家里面说 诶学浩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跳给老王看 老王讲他都不信 通常都是这样 你就乱讲 你就只是讲好听的这样 然后老王就没有跟我套好 就是子凌会来跳给我看 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这是怎么办 老王讲死下你是不是 是不是跟我讲的是一样 这样 然后到后来他去比赛 然后还带他们 你们是带团出去比赛对不对 你有个人跟团体的 然后个人的也拿到 你有拿到冠军吗 亚军 曾经有过 曾经有过 都有都有都有 冠牙都有 然后爱依拉也拿过很好的成绩 对 然后但是他们一直很少被关注 因为他们的 因为就像你看到的就是 中东舞或者是子凌这样子的经营方式 他是比较不在主流的 比较不在主流的游戏规则中 其实是这样 艺文圈 对 艺文圈是我后来长大才发现原来有圈的 是因为我从小在里面 所以我没有发现 呃 呃 对 应该算是这样 对 对啊 所以有种 所以我觉得我出去之后再进来就很难进来 如果我那时候就在大学 我就弄了一个舞团 可能会 会比较 在西域系弄舞团吗 可能还是很难吧 可是 舞蹈系可能比较容易 可是至少 你会是在那个圈子里面啊 你会认识你的老师 可能会有一些关系或干嘛 那也不难 你现在再考个北大舞蹈系不就好 啊 加油 努力 就是对人家再回去就觉得很辛苦 不要觉得那么辛苦 我跟你说你现在没有孩子 所以你要去读书 趕快去读书 或者是有个方法是有了孩子之后 你就去读书 小孩丢给老王就好了 这样 我要读书啊 也可以 或者是没有孩子你就去读书吧 反正也没有别的事要做 就去读书啊 就做剧团去读书 好赞 很棒吧 读完就可以解决 你说的圈子问题 读完小孩也长大了是不是 也不会 小孩才三岁而已 研究手他读多久 不过三岁确实已经长大了 莫福现在已经很会跑来跑去啊 这乐的 对不对 好那就剧场见啦 今天这集的老王剧隔壁就到这边啦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不客气 不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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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不客人 不是每个人